今天跟大家讲讲2021年的15条 大概五成人对的 如果有个pro unit sales tax 在货品里面 就问你什么情况下 消费者的税项负担 就超过了生产者的税项负担 其实那个condition呢 消费者的税项负担 超过生产者的税项负担 condition就是ED小过ES的 就是condition来的 如果ED小一点 那producer tax burden就会大一点 如果ED小过ES 那producer tax burden就小过consumer tax burden 第一个情况 两个都是弹性 提问很重要 微 如果must 这个就会错 如果未就会硬 为什么呢 如果两个都是弹性 譬如一个是1.5 一个是1.9 弹性有个意思就是超过1 但又不会等于无限 如果两个都是高弹性 ES是更加高的 那就符合了ED小过ES 所以1那个是合理的 2 那这个一定是错的 因为ED一定大过ES 所以2那个一定是错的 2那个是错的 3那个就很明显对 因为ES大过ED 因为ED是enelastic 4那个都对的 如果ED的弹性是0.5 而ES的弹性是0.7 在这样的情况下 ES也是大过ED 所以4这个 3那个一定是对的 4都是对的 所以答案就是D 4 5 6 7